内地五一黄金周已于5月5日结束, 入境处共录得76.7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 在恶劣情况天气之下,以一个数字可谓超出预期。 然而,近日就有人以陷微识级客肯努等辞与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振兴旅游业措施, 讽刺政府鼓励低消费,致使劣币驱逐良币。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迅雄直指这一种论调属于谋论, 而香港一向昌道过门便是客。 对于旅游业而言, 癥劫不是在于要吸人怎样的旅客来港, 而是在于当政府出钱出力将旅客引进来后, 本地餐饮零售要如何刺激他们在港消费的欲望。 内地全面开放后,大批内地人外游可见消费力仍在, 因此旅游业应返工自问, 创造更多消费热点, 而非将黄丁不黄财的责任推给政府甚至旅客。 毕竟政府的责任是通过公共活动, 远线配到提升旅客体验, 旅客则更是有自主决定消费的自由。 正如港人不想消费, 并不是因为内地消费高端, 而是因为内地餐饮业性价比高。 服务质量好, 香港想要获得旺丁黄财的局面, 自然都要迎合作为仿港旅客主力的内地旅客的口味。 或许有些人去太多米资连餐厅, 早已忘记真正的人间烟火是什么滋味。 香港旅游业不需要这种何不食肉味的虚偽建议, 更不需要这种脱离民众, 致应高贵的假学者来评求笨足。 如果大家对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